兩天預購150匹大計畫 可以測下一個韓國旅遊熱點 我就有預感了 韓國熱點對不對 大家一定是想到去首爾嘛 所以下一波新的 它這種出題方式 對不起 現在應該是要去大邱 還是大邱的意思 大邱應該已經試了 對不起 因為我們沒有去過 是的 激州島反正也是一個熱點 那韓國島還有什麼旅遊熱點 有 下一波旅遊熱點 新來壞蛋 新來壞蛋帶妳去韓國游 游泳是什麼 旅遊 旅遊去玩 我們這次你們大家就跟我們一起看 你就可以找到 下一波我們自己預測好不好 我們覺得韓國旅遊景點在哪裡 最熱門 跟以往都不一樣 我們家要搭的後面那班 是大喊航空的飛機 我第一次坐耶 好不好 就是坐那個大海 去廚房 來了 我們坐的這個是 大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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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要開一下它的飛機餐 我們的飛機餐跟其他的航空 是很一樣 因為其他的航空 是有兩種的航空 對... 他們的飛航 他們剛剛就是直接來就... 真的嗎 就是一個 對 沒得到 可是剛剛發現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太高了 什麼啊 大航空 真的假的 來看一下豬菜 來看一下豬菜是什麼 是 現在是現在的豬菜 嗨 這是雞肉耶 什麼 這是雞肉 這是咖哩雞肉 應該是 好像是 難怪它就不用問了 因為如果有些人不是牛 那我們就要來享用我們的飛機餐啦 對... 它完全不會過鹹 你單吃真是不配飯 你有時候都會覺得 它那個甜度是很高的 到底你這路怎麼能下去呢 不行的韓芋是什麼 還沒啦 天啊 這個蒜頭的味道 你喜歡 我超喜歡它的皮這樣子酥酥的 補浴感一定會重啊 我們韓式料理吃了那麼多 但從來好像沒有 實在在台灣有吃過 或者是瞭解說 有這種海蔓的火鍋 我們現在去玩什麼遊戲 我們怎麼要放到桌上可以嗎 韓蒙婚禮好精采喔 我看很多人走近的人 都會被嚇死 好險... 好險喔 我叫你走第一刻 好險 想問您現在是孔明嗎 我掐子一刷喔 對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 可以說是駕蟹一條街 但目前都是在地人的一條街 是 我估計我們節目一播出之後 我預測這裡就會變成是 觀光客的駕蟹一條街了好不好 意思是說台灣人會來嗎 對 所以我跟你講 你可以在這邊先買一些房子 在這邊蓋個民宿 這是一個自產的一個計畫 我們今天要來吃的 這家駕蟹很厲害 然後在這一條街就有三間店了 這個老闆在這條街有三間店 然後這家店是不經受預約的 沒錯 你就是必須走進去 然後排隊 來了 進店了 這個... 這個... 這邊是外帶的啦 這是外帶的嗎 這應該是外帶的吧 就是你可以買回家的啊對不對 多重啊 多少錢 我跟你講 你現在猜 你來看直接看看 11點 我們已經即將坐滿 對啊 目前都還沒有被觀光客攻佔的 好不好 都是在地人的地方 之後就會變成一個超棒的 品嘗景點 我跟妳講 這一桌呢 有滿滿的韓國人最喜歡吃的蟹 但這兩樣非常特異 就只有瀝水才有的醬蟹 就是醬蟹可能 它其實每個地方都會做 對 但是在瀝水這邊 而且只要講到醬蟹 韓國人一定都會想到 就是瀝水這裡 因為他們這邊有這種石頭蟹 兩種不一樣的 比較小的螃蟹這種 然後一個就是做這種 可能像原味的 然後它的身體部位 就拿起來做這種辣醬去拌的 通常在韓國 比如說手耳的地方吃 你是不能蓄的 但在這裡不一樣 它讓你蓄兩次 總共可以吃三次這個蟹 你看多棒啊 聽說他們吃這個的話 是把裡面的東西挖出來 然後淋在飯上面 對 各位 好鮮喔 我覺得不會太鹹耶 主要是螃蟹的鮮度很高耶 然後裡面這樣挖出來 每一塊都有這個 精華的蟹膏 我覺得如果喜歡吃這種口味 可以吃這個 我覺得也滿開胃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因為它的醬汁就是有清涼的 那種感覺 所以吃下去就是滿開胃的 而且它一顆 可以配三口飯差不多 好好吃喔 它不會有一種那種 可能有人吃那種生食 或醃製的時候 都會有點擔心 腥味 對 腥味 或者是鹹豬肉這樣子 像原住民醬醬醬醬 但這個完全沒有 它就是一個甜度 反而因為醃過的鹹度 醬油的香味 它甜度更起來了 這滿享受的耶 很享受喔 對 那我現在滿想吃那個辣的看看 比起剛剛那個我喜歡吃這個 芥末算是很細緻的耶 但我覺得超划算的耶 因為其實我來 我感覺這個我就已經很滿足了 對啊 然後它竟然還可以再續兩次 等於可以吃三次 而且吃辣的啊 它那個辣度我覺得剛剛好 它有點刺激性 但就是像那種傳統的 韓國辣醬那樣的感覺 然後你這樣子拌飯的時候 甚至你這樣直接 好甜的啦 這個肉 Oh my God 我覺得這吃起來 肉質跟甜蝦一樣細膩 主要是它那個甜度 新鮮的那種感覺 我們可以先去嗎 太浪漫了吧 你看看這個肉就在這邊 對啊 但是不是現在這個進攻完 要進攻哪一個 這個 這個嗎 對 這個是花瀉大的 這個可以直接吃 對 來 超滿 對... 全部都... 各位 連我網球周都擠得出來 你就不怕 你擠不出來了 很多耶 各位 一口把它吃掉 我要試試看 不會啦 這誰做得了 我也要來講 我這輩子都不知道原來螃蟹的 就有這麼的... 而且這好像是兩種耶 蟹黃跟蟹膏耶 因為它有一個那種是咖啡色 另外一個就是這種橘紅色的 對不對 滿滿一口 這個太幸福了吧 吃誰受得了 我們剛剛吃的這個就純粹 就是應該是用醬油去醃製 它的味道真的 它完全不會過鹹 你單吃真是不配飯 你有時候都會覺得 它那個甜度是很高的 剛才知道裡面 它蟹的那個滑溜的口感 也是非常好的 螃蟹的那個感覺 然後再吃辣的 就是另外一種風味 我覺得這個預測一定是神准的 到時候這邊就會變成 是一個光光之念的 我相信 變成是在地人想吃都很難吃 會瞬間被光光客占滿 會被台灣人占滿 這個啊 來吃這個 這裡有點就是像那種 賴尿香 對 坦白像那種它小吃的時候 它也讓這殼不好剝 我之前有聽過這個專業的人說 我們要給它背部先 因為它到處都是吃 要給它先按摩 給它鬆開 因為它的殼 它有一個那種卡卡 你這樣子弄完它會比較 再鬆一點 你看 很棒喔 因為蝦子它的彈 它本來就是這樣做運動的嘛 所以它應該吃起來 本來應該就是會比螃蟹再Q一點 因為我們剛剛這樣擠出來的 它全部都是比較綿一點的 但這個 因為我沒有吃那個蝦 但是我覺得這個蝦 真的是有在彈的耶 而且那個甜度很高 因為外面就只有一點點 那種醬油去沾到 感覺這個醃沒有像醃這些 那麼耐用的酒 但它的味道很香 這個很棒 很好吃耶 我喜歡 非常喜歡吃雞 預測成功 因為醬汐油之前 自己去手耳館的時候 我有去吃 但是我現在才知道 原來它全部擠出來的時候 是滿滿的有蟹膏跟蟹黃 而且吃下去的時候 它的味道很好 這一次去的餐廳 就是很多在地人 是真的去深入到一個比較 沒有那麼多觀光客的地方 有時候吃到的味道 原來醬蟹是這個味道 連在店都會來吃 它最真實的感覺是這樣子 我才重新了解 認識了醬蟹 我是覺得滿喜歡的 好啊 就是這裡了好不好 我們今天要介紹這個飯店 不得了了 超厲害 好吃好玩 又有心情啊 沒錯 而且我們就是兩天一月 住一地是我們最厲害的首選 今天就把這個地方 還沒有被開發 很棒的飯店介紹給大家 我跟你講 韓國人 對 韓國人的作業 他們就在上班的時候 他們都要請假 來這邊玩個兩天一夜 剛剛有聽到尖叫聲有沒有 專屬於這個飯店的 這個驚喜到底是什麼呢 大家有告訴你們 走 等一下 等一下 不得了 全部都是韓國當地人 你看 他們在等Check in 所以就告訴大家說 如果你要去一樓的話一定要 我覺得這就是三點之後 會比較好 因為三點之前大家都會好 分流啦... 對... 但是來到這邊很棒 那一樓要酒吧也有酒吧 喝咖啡也有 超商也有超商 現在我要體驗的是這邊 之後會成為超熱門的一個 大家出來玩的一個選項 就是飯店上面的 高空滑鎖 在我年輕的時候 我什麼都彎過 我現在有點心臟越來越小顆 因為我走 你知道那高度24層就高嗎 妳看他後面那個蕭蕭蕭蕭 妳看他後面那個蕭蕭蕭蕭蕭蕭 妳看他後面那個蕭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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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髒喔 該不會要簽什麼生死狀吧 妳都看到還多了 妳都看到還多了 好 這邊啦 我要在頭上面下去 天啊 我早上拍照 我早上拍子拍到海裡 原來可以到對面啦 亮綠燈那邊啦 哥哥 我跟你講 真的太緊張了 是誰安排 一早就要從24樓下去的是誰 製作人是誰 他安排的 希望安排 如果我們是18歲就不用擔心了 上有老下有小 你叫我們怎麼走 不到底真路怎麼能下去呢 是嗎 你這個意思嗎 總結下座了嗎 來 安心上路 鐵重很不行 你那個體重是多少 我知道一下 70 70 80 80 80 35 70 70 不行的韓語是什麼 我有小孩怎麼講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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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也怕得要命 但我看到你這樣 我必須要堅強起來 可不可以說沒事 但我也好抓 我有小孩怎麼講 愛... 愛... 你可不可以喔 就像我也怕得要命 但我看到你這樣 我必須要堅強起來 可不可以說沒事 但我也好抓喔 應該不會等一下滑到你半天 那邊吐 應該是會到點才會吐 到點才會吐 對 好可怕喔 我會罵刀話 我會罵刀話 過多了不能用啊 客服自己的心魔 就是剪掉自己的煞車線 喝到... 我... 我會罵刀... 我會罵刀... 好像掉出來了 我的天哪 不行 來 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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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滾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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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滾出去 我哥 快要滾出去 再滾出去 你快要滾出去 太好玩了 太好玩了 那天天 水 水 好玩... 我剛剛一咻下去 然後我忘記是誰尖叫 最大聲我來拍他 我嗎 好像是你 我是這樣一下去的時候 我想說奇怪 他怎麼會轉 然後我們就變背對了 我跟各位講 我知道為什麼了 真錄起作用了 這是結論 沒有 要分享別的了是不是 我剛剛要分享別的 我想說你要這樣 我停下來了 然後你講完這路就走了 我後來發現體重是一個 很重要的問題 體重越輕的人 享受這段旅程越長 因為體重越重的人在前面 真的 誰又不見了 我就... 我第一個就到了 然後我在後面 人不見了 我還是要拍你們大家 然後我在後面這樣 所以各位 想玩這個遊戲 減重吧 可以啦... 這個滿好的 對身體好 很好玩 它速度感有 可是它一開始給你的時候 不會一次就給你全部 可是我覺得這個滿好玩 還想再來一次 可以喔 可以喔 可以吧 那你滑過去 太好 用爬的 現在我們就去看我們的房間 聽說非常的厲害 剛好